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5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我是Cherry 2月5日,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现身主持 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立法治保障 据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副主任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 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 和关于上海市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报告 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 公开资料显示 百步亭市武汉知名大型社区 包括花园现代城、温馨院、百合院、一和院、安居院、景兰院、天顺院、幸福时代、宜康院 共9个小区 2月4日 百步亭辖区内的安居院、百合院业主群内 区委会工作人员公布了小区内出现发热病人的门动信息 其中安居院A区有12个单元 B区有8个单元 C区有8个单元 D区有7个单元 加403栋全栋 百合院有20个单元 208栋全栋 百步亭社区内另一个小区 宜康院共3779户 分别为5个单元网络 截至2月4日中午12点 其中一个网格已出现了至少10人确诊 在医院CT已有结果 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超30人 轻症在家数十人 该小区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目前各大医院床位十分紧张 每天分配到各居院会的床位名额仅有一个 但上述一个单元网格 有近40名重症 高度疑似患者在排位 万家宴是百步亭社区一项传统活动 每年在南方农历小年这天举办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 2020年万家宴聚会了4万多个家庭 1.3万道菜肴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中国外交部日前坦承中国迫切需要医疗资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即使韩国日本等国捐赠中国口罩 但当前最急需的是防疫医疗物资 如医用口罩 防护服 护目镜等 根据华春莹5日的说法 截止到当天中午 日韩 泰国 马来西亚 德国 英国 法国等 21国家捐助疫情防控物资 6日 华春莹表示 中国政府也对这些国家衷心感谢 但也强调 面对疫情 中方始终主要依靠资深力量 应对疫情挑战 成会以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与世界各国分享讯息 加强合作 不过 对于有国家呼吁自家公民 尽速离开中国 甚至祭出贸易旅行限制措施 华春莹多次搬出世界卫生组织 及秘书长谭德赛的说法 呼吁各国别过度反应 听信谣言 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 看待和应对疫情 先行冠状病毒疫情自虐 中国影视业宣布全面告停 电视界大佬成龙表示 愿意出100万人民币 悬赏征求特效药 成龙在微博发文 表示这几天看到民众 对于抗疫情的勇敢与坚定 让他相当的感动 称希望为此次疫情尽一份力 只要我能干的 有助抗击疫情 不给国家添乱 什么我都愿意做 他更提到 目前希望能尽快研发出特效药 无论是个人或研究机构 所研发的特效药 他将拿出100万人民币 感谢他们 最后更是对网友信心喊话 我想看到春暖花开 想看到我们中国人 意气风发 大步向前 发文一出 引来众多网友的赞赏 加油支持大哥 成龙大哥 你应该奖励1000万 那样更积极 100万也不少 大哥好友心 没有什么是我们中国人 团结一起 克服不了的 2020加油 大灾大难面前 成龙大哥永远不缺席 大哥威武 每当有灾难来临 大哥都会站出来 鼓舞人心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 身为中国人 国有难 就应该力所能及的 无条件付出 有国才有家 2月5日 美国第二波武汉撤侨专机 清晨抵达了加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 两部专机运载了约350名 美国侨民 其中一部专机上的乘客 将留在特拉维斯空军基地 并隔离14天 另一部专机在特拉维斯空军基地 加油后 将运载乘客 继续飞往圣地亚哥的 米拉玛海军陆战队航空站 据CBS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 接下来并没有撤侨专机计划 意味着这是最后的撤侨专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 南希·梅森尼尔博士说 医务人员将监视这些人的健康 包括体温检测和呼吸道症状的观察 我们不认为这些人会对他们 暂时居住的社区构成威胁 因为我们正在采取措施 以尽量减少任何接触 国防部称 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是四个空军基地之一 该基地被选中接收和隔离 本州从武汉抵达的 疫情签名美国撤离人员中的一部分 其他基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 科罗拉多州和南加州的梅里华 2月5日 英国前首相卡梅隆正准备 从纽约搭机返回伦敦 他的保镖在飞机上用完洗手间后 竟忘记拿走了自己的配枪 以及他跟卡梅隆两人的护照 之后被机上的其他乘客发现 英国太阳报援引机上乘客谈话报道指出 一架英国航空公司飞机在等待起飞时 机上的一名男乘客通报说 他在骑手间内发现了一把手枪 事后立刻引起了机上的一场骚动 这名乘客说 机长证实发现了一把枪 此事吓坏了所有人 为了让乘客放心 机长称这名保镖被授权带枪上机 手枪已在事发后还给了他 不过有在数名乘客的反对下 机长在起飞前先把手枪拿走 带为保管 对此英国警方表示 他们相当严肃地看待此事 并已经展开了内部调查 美国前印第安纳州同志市长 目的及格与参议员桑德斯 在爱奥瓦州的民主党党团会议 势均力敌 由美媒分析指 结果反映党内分裂严重 选民不愿含泪将投票投给 胜算较大的参选人 因此民主党在此次选战 难以产生大赢家 CNN分析指 民主党党内因种族意识形态 年龄分裂严重 而领先的参选人没有摆脱分歧 与其他人建立联盟 以打败其他对手 中间派智库Third Way 负责公共事务的贝内特表示 大家都期待有政治明星 但现在都没有出现 另外 结果也显示 热门候选人只主攻某些选期 反映他们的不足之处及优势 虽然爱奥瓦州被视为风向标 代表性相当高 但该报道形容 该州投票结果或将成为 来自1976年以来 最难以预测的初选 因为此次的党团会议 从未有过5名参选人 获得10%或以上的得票率 另有英媒分析指 即使民主党战选激烈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前副总统拜登一定会是输家 2月4日 国泰航空公司说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削减30%的全球航班 为期两个月 国泰航空飞往内地的航班将削卷大约90% 2月5日 国泰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 今天我们向所有的员工呼吁 参加这个特殊的休假计划 该计划从3月1日开始实施 到6月30日结束 在这段期间 所有员工可以休三个星期的无薪假 国泰航空的发言人称 公司鼓励员工休无薪假 但并不强迫 南华早报报道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 在录制的视频中向员工公布 公司因应疫情 落实员工放无薪假特别安排 在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 国泰航空也曾大幅削减 飞往内地的航班 并采取类似的特殊休假计划 以上是本期万维微博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